大肠癌又称大肠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l早期症状可能不明显 加上大肠癌早期症状容易跟其他疾病的症状混淆 使大肠癌在早期更不容易发现 以下是需要注意的症状及前兆 尤其若发现多于一种症状且持续超过数周 请尽快找专业医师检查 1. 血变 不只是痔疮会有血变 大肠癌可能也会排出生红或黑色粪便 这就是直肠出血的征兆 民众千万别轻忽 请尽速就一诊治 2. 排便习惯改变 因着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和身体状况的不同 排便次数也会有所不同 但要注意大肠吸肉来化后的影响 因为大肠无法再有效吸收水分排除废物 所以以下排便问题亦会出现 超过三天每排便血便腹部疼痛无法放屁 突然无法控制要排便大便 有粘液和浓大便成水状 或类似腹泻超过一天 粪便成铅笔状超过一周 3. 腹部疼痛及静攒 因为大肠胃在腹部 所以只要出现肠阻塞 Buller obstruction就会有排气困难的问题 包括像胀气及腹部静攒 或许对有痔疮或肠躁症后群 Illertable bowel syndrome的人来说 腹部疼痛很常发生 但若是最近才开始 且每次都持续很久 就可能是大肠癌的警讯了 4. 疲劳 如果你发觉即使有好的睡眠 身体还是很疲劳 这就是医学上所称的慢性疲劳 在大肠癌患者身上的慢性疲劳 很可能是癌细胞将身体能量消耗的结果 此外 血便所造成的失血也会导致疲劳 加上体重减轻和排便习惯改变 无力感亦会随之产生 5. 体重无故减轻 癌症往往会造成突然体重减轻 大肠癌也不例外 举例来说 6个月之内无故掉了约5公斤 就必须特别留意 其中有以下4个因素 I细胞消耗了身体能量 免疫系统在对抗I细胞时消耗了能量 I细胞改变了食物转换能量的过程 肠阻塞改变排便习惯 间接造成体重减轻 大肠癌种类 结肠和直肠属大肠的一部分 结肠为大肠的前面部位 长度约150公分 直肠则是大肠末端约15公分 想知道更多有关大肠癌的资讯 请见认识大肠癌 按照I细胞生长的部位 大肠癌可归类于以下3种 结肠癌抗乱看色 I细胞长在结肠的细胞组织 直肠癌细胞 I细胞长在直肠的细胞组织 大肠直肠癌开了细胞 I细胞长在结肠和直肠的细胞组织 且会影响小肠和消化系统运作 同肠加硬不堪会后悔 结肠与大肠直肠癌的关系 此外大肠癌也有不同的I细胞种类 不同的I细胞所产生的病况略有不同 分别为腺癌 Adenocarcinoma 脂癌细胞长在大肠直肠内壁 这类细胞始于腺细胞或分泌型的细胞 从细小的腺性细肉慢慢长成恶性肿瘤 而绝大多数的大肠直肠癌皆是腺癌 大肠直肠08I colorectal lymphoma 一般08I始于08节 但也有可能始于节肠或直肠 类癌瘤卡尔萨奈与 属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一种 始于分泌和尔蒙的肠道细胞 由于其成长速度慢 所以在初期往往不会出现症状 胃肠道建制瘤 Bastrointestinal Thromatum 肢长在肠道的软组织肉溜 虽然比较少会出现在节肠中 但仍可能发生 另外 基因突变和家族遗传 也可能会造成大肠直肠癌 包括 家族性大肠直肠癌 Familial Colorectal Cancer少年性吸肉 Juvenal Polyptococci症 Turkat Syndrome黑斑 吸肉症后群 大肠癌治疗前的准备与饮食调整 在进入大肠直肠癌的治疗前 要先准备好身体的状况 一般会从下列两方面做营养调整 调整饮食和营养 大肠直肠癌患者因为体重突然减轻 所以会有营养不良的风险 患者通常需要遵照专业营养师的饮食守则进食 并务必避开高风险食物 改善贫血 多数大肠直肠癌患者都会有贫血及低铁质的状况 按照专业医师的诊断 患者可能要服用能增加铁质和血量的药物或注射剂 高糖分食物 高饱和脂肪 油炸食物 碳酸饮料 咖啡因 酒精 腌制及加工赞肉类 大肋医师并不提供医疗建议 诊断或治疗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